第39章 小鱼 峡谷 海湾 瀑布 森林 夏 你知道全世界鱼类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吗 是一个叫贝尔根的城市 它坐落在挪威的一个峡湾上 由于这座城市太有名了 那个峡湾也就被人们称为贝尔根峡湾 其他峡湾的渔民捕捣鱼后 会把鱼集中到贝尔根去 在那里用大船运送到各个国家 来到贝尔根就好像来到了海底世界 因为那里有太多太多的鱼 大的 小的 薄的 黑的 白的 凡是你能想到的全都有 贝尔根是世界上最盛产鱼的城市 同时也是欧洲最湿润的城市 当地人都有携带雨具的习惯 因为在这里随时都会下起雨来 一般人们通常用积水的深度 也就是降雨量来衡量雨的大小 如果你在雨天上街 看到积水漫过了自己的鞋子 千万不要以为降雨量很多了 实际上如果在那样的雨天 用桶接雨水的话 很长时间也接不了多少 世界上有很多城市 一年的降水量都不足500毫米 可是在贝尔根 一年的雨期有近200天 降水量足足有2000毫米 幸亏这些雨是分好多次降下来的 不然的话 这个城市早就被雨水给淹没了 在美国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汽车 而在挪威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船 挪威人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维尼西亚人一样 也是天生的水手 很久以前 挪威人就以航海探险而出名 其中有一位叫 莱夫·埃里克松的探险家 尤为出名 他的父亲埃里克 也是著名的航海探险家 莱夫·埃里克松生活的时代 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还早了500年 当时他四处游历 或许也到过美洲大陆 只是他对发现新大陆这件事情 没怎么在意 回去后也没有向别人提起过 所以发现新大陆的美誉 就落在哥伦布一个人身上了 挪威与北极相距不远 所以总有人想去那个 冰雪覆盖的地方一探究竟 北极可是个神奇的地方 你在那里转个身 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很多探险家为了到达北极点 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但是也有两个冒险者 幸存地活下来 他们一个叫南森 一个叫阿姆森 活是活了下来 他们却没有成功抵达北极点 后来 有一位名叫皮尔里的美国太险家 成功抵达了北极点 冬季雪花飞舞的时候 我们会穿上一双防滑鞋 全副武装地在大街上走 挪威人和瑞典人 则会在这个时候 在脚上套上两块长长的滑雪板 两只手各拿着一根木棍 在雪地上飞快向前滑行 白色的煤炭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人见过吧 白色的煤炭 在挪威和瑞典还真有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 煤炭怎么可能是白色的呢 这要从两国的山脉说起 一层层的冰雪 把挪威和瑞典的所有山脉 包裹得严严实实 一旦高山上的冰雪融化 就会形成水从山上流下来 由于山的落差 落下的水就形成了众多的瀑布 瀑布能让机器转动起来 这和煤炭能让机器转动的原理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瑞典和挪威 基本上没有煤炭 冰雪在这个时候就替代了煤炭 发挥了燃料的作用 白色的煤炭也就成了瀑布的另一个称号 虽然白色煤炭和黑色煤炭 听起来像是同一种物质 但它们却有着本质的差别 因为白色煤炭可以熄灭灰色煤炭 所产生的火焰 我们知道 利用铁可以打制出各种各样的工具 瑞典盛产铁矿石 却缺少煤炭资源 所以无法自己也炼出铁 它们的铁矿石主要用于出口 而像英国这些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 就是它们首选的出口国 你见过冰天雪地中的松树吗 松树和白雪 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 人们看到其中的一个时 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另一个 在挪威和瑞典 生长着许许多多的松树 它们的树干又高又直 是做床帷的好材料 此外 它们还是棋杆 电线杆 以及一些建筑的原料 松木很容易被点燃 所以常常被人们拿来做火柴梗 一棵松树能造出很多很多核的火柴梗 赶紧拿出你家里的火柴看一看吧 没准上面就印着瑞典制造的字样了 瑞典人还砍伐一些稍小一点的松树 弄成木浆来造纸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人们平时印刷用的纸 包装用的纸 写字用的纸 几乎全是木材制成的 瑞典人把树砍下来后 把它们聚成一节一节的原木 推到小溪里去 这些原木就顺流而下 飘入海洋 人们从海里捞出木头 用船只运往世界各地 瑞典人在砍伐树木的同时 还特别注重小树的培植 这样一来 就有源源不断的木材 供人们使用了 小种海的木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